在六道 六道里最麻烦的 最可怕的 冤冤相报 没完没了啊 人生在这个世界 时间非常短 不长 享福 当中又要造罪业 这个事情就麻烦了 享福里头 不造罪业 只有佛菩萨 他有智慧 我们今天明白了 无量界来 在这个六道里头 高四次轮回 这一生遇到佛法 明白了 明白之后 我们在人际关系上 要把这个愿界化解 从哪里化 从我自己本身化解 不要要求对方 要求对方就错了 本身做得如理如法 这个重要啊 六族会能大师说得很好 若真修道人 不禁世间过 你的心才轻轻啊 那世间人有再严重的过失 都不要放在心上 为什么呢 决定不能让他 染无了亲近心 不能让他破坏了恭敬心 我们对他还是恭敬 像对佛菩萨一样 像对父母一样 这真的不是假的 要尊重他 吃点小亏 吃亏是福 古人说的 真的不是假的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呢 当然有因果 可能我过去生中 占他的便宜 现在他占我的便宜 我吃点亏 不是还他了吗 缓缓细细 别人向我借钱 再举一个例子 我钱借给他了 借给他就等于送给他 决定不要想他 他将来要还我 那你就错了 他还你很好 不还你也欢喜 若无其事 这才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交 这才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交 只不是恩得了 不接云 这个敌对 绝对没有 社会的活血 国家的安定 天下太平 是这个道理造成的 一点小亏都不吃都不让人 这个不得了啊 这个你的家不会活血 社会动乱 世界危机重重 这么造成的 佛法教我们这么做 后头有大道理在啊 这个道理要把它搞透了 至少要花二三十年的时间 这是大学问啊 你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 你自然会落实 会做到 那你的生活就快乐无比 你能做到 你才能帮助别人 你才能教导别人 人家才能相信你 你才能做到 你最后再好 你让你昨天 我还别说 我不会 我还别说 你真正能